吴老师 彭博 不知道您二位是要跟我聊什么 是这样 这个 今天我到家具卖场来转转 顺便呢 也了解一下同学们现在的情况 零 那天 同学会以后他生气了吧 余老师 您不是凌瑞最看重的老师吗 您应该很了解他 他怎么会生气呢 他说 这些都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 没什么好回避的 他才没说点别的 小龙啊 林瑞这孩子 什么都好 就是这一点不好 心软 话少 太懂事了 什么事他都不说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多担待担待 行吗 林瑞这孩子呀 从小就挺苦的 他呀 从小学那时候 每天放学 都到医院去看他爸爸 他爸爸住院有病 家里呢 条件要我好 交不起学校的家餐费 我呢 就每天把学生浪费的面包给他吃 没想到 他是炖炖汁 天天吃 这孩子太懂事了 不举同情 高啊这个 还不止这些呢 还有啊 高中的时候 林瑞只跟班里的同学相处了一年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是这么回事啊 小时候吧 林瑞他爸不是因为急线癌去世了吧 所以从那时候 他妈受了打击就落下病根了 结果到高二那年呢 他妈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林瑞谁都没说 就直接带着他妈回到了乡下了 开始养病 然后到高考的时候呢 他愣是从乡下 考到了全国重点一大 所以我说 林瑞这小子 真小 好 难度啊 你们干嘛突然跟我说这些啊 那我俩不是 不想让你跟林瑞吵架了 对对 不想跟你们吵架 我怎么会跟林瑞吵架呢 我们林瑞那么好 那个我去工作去了 余老师 你是不是来买家具的 别付钱啊 千万别付钱 不是 哎哎哎哎 弟妹 那个你跟林瑞有什么事 你可以随时跟我说啊 对不对 我是跟你一伙的 哎 你也送我一套家具呗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我boo Entre 你帮你帮我把自己的面包都帮我把自己的面包都给我打包 哦不 全部的面包 也要来一个 全部 您确定 确定 老师啊 我觉得这些动作有问题 你看啊 有手长 脚长 脖子长吗 那些基础练习 会妨碍到我最优雅动作的 只有我最优雅的动作 才适合我 就要优雅的动作 那 我再想想 对对对 你再想想 想想 那我先休息一会儿 好好好 那我先出去一下 拜拜 来 你先走 太好了 太好了 飞光吧 并不ook 你怎么搞的 好了 我们休息结束了 我们开始啊 五位角 一位手 准备 眼睛平视前方 看向镜子里的你 好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保持住好 你干吗呢 吓死我了 我们那个 刘老师教得怎么样啊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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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 我跟你说个事 没事 咱们到这边说啊 那个 唐唐 我们这儿的狮子力量吧 它其实 很雄厚 你就是想跟我换老师吧 你知道了 现在那个专业太差了 你不说我要换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怎么样 他虽然是个男的 但是陆老师教得特别好 男的 陆老师啊 唐唐 我不瞒你说啊 他虽然是我执媳妇的弟弟 但是我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才推荐他的啊 他是我们这儿数一数二教得好的 而且人品还好 见我有困难 二话不说借给我钱 这样的人哪里找啊 你侄子是不是姓梁 就是刘瑞 你认识他啊 什么啦 好 我就说什么东西这么香呢 原来是我们的菜小姐在吃高级食品呀 这还没到月底呢 你没钱跟哥说呀 你借我呀 不借 太难吃了 人生怎么这么难 喂 策划不猜思雨 你好 果然在家吧 还要办公室的 请你吃晚饭 好嘞 这就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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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